有一名泰国男子日前持观光签证来到台湾 却在台中市东区的一处出租套房内从事性交易 警方货报前往埋伏 当场逮捕了一名巡方客 男子坦诚花3000块钱接受服务 还坚信对方是一名澳洲贵姐 不料远景上门搜索 发现对方根本不是女性 而是一名泰国男子 巡方客当场直呼不敢相信 上去多少钱 男子接受完服务准备离开 立刻被埋伏远景带个正着 是太极的吗 不是 她们是澳洲人 她自己说是她在澳洲 对啊 她们每个都这样讲 提供服务的女子到底是哪一国人 远景这一笑 让她觉得有猫腻不太对劲 男子好奇询问 远景干脆直接带她上楼 台湾 屋内女子这一去泰兰 清清楚楚就是泰国 绝对不是男子讲的澳洲贵姐 远景请她出示护照一看 简直惊呆 因为眼前这位不是女生 而是男的 她出路都是人蛇混杂 一上网就破了 也是准时24营业的 上班族的比较多 台中警方货报 东区这座出租套房内 经常有陌生男子进出 更不时传出女子叫声 远景埋伏配合房东上门 意外破获 隐藏在民宅内的温柔乡 该名自身位阶的 竟然是一名 三十二岁太极男子 在旁的陈姓男子 警方调查该名太极男子 三十二岁持观光签证来台 却做起了性交易 大赚新台币 依法将被遣送回国 至于被带的寻方客 除了后悔证心 只呼不敢相信 还被依违反社会法 喊送法办 裁处三万元 记者陈章王胜炫 台中采访到